好 那很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一場就是 在開放送選舉我下一場要講的是 有系統最安心 科技手段的正當程序 那可能他標題聽起來比較抽象 但是我們主要會去 試著去討論說怎麼樣 當你在設計一個自動化系統的時候 在設計上要怎麼設計 然後有哪些原理原則是我們要注意的 然後那可能覺得做AI非常的酷 但是或是做自動化系統非常酷 但是這中間會造成什麼影響 太好了回到一個沒有壓力的法律鬼的人潮 好 那自我介紹一下我是RS江 那我現在中英院法律所當研究主一波 今天就是來講一些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沒有很 就是我沒有很不會進入很認真的 實際上我們在討論什麼原理原則 然後通常我們在講的這些paper 其實通常都是針對數位政府 例如說公部門怎麼實作 但是因為我覺得希望兼提取一些大家在 私部門或是自己平常生活中做系統的時候 也有興趣的 或是也可能用得到一些原理原則 所以我們只會拿公部門的問題當作參考 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都歡迎會後 或是在MasterDone就是跟我聯繫這樣 那我們這場議程要講什麼呢 大概會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我們會先講系統自動化是什麼 然後出現什麼問題 那它可能會跟哪些原理原則衝突 哪些是我們可能想得到或想不到的 然後我們會舉一個一些簡單的例子 然後去討論說我們 然後去思考讓大家思考說我們想要的 系統我們想要未來是什麼 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社群 可能不同的脈絡 你都會有不一樣的需求 但是可能可以基於 我們之後會提到一些原理原則去發展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自動化系統 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 或是大家在現在這個年代 第一個想要就是 喔AI AI就是就是AI這樣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最常遇到也最容易感到挫折 就是有沒有適合打電話去銀行 就是有銀行客服的電話系統 然後我想偷偷問一下 有沒有第一次打銀行客服電話系統 就有辦法找到你要的選單 還有辦法找到你要的內容 有的話可以舉手嗎 對不對 沒有沒有人 就是你每次打電話給銀行的系統 它要嘛就是剛好不符合你的需求 要嘛就是你要花很多時間 甚至最後發現隱藏的方式 就是要不斷按錯 它才會轉到客服 對 它會用最大的努力 最大的限度 試著去減少和限縮你去存取真人 然後想辦法就是去降低它的成本 然後非常便利的去做一些形式 甚至說你要需要在線上 不論是網頁或是電話系統按很久的那個數字 然後聽A請按01 B請按02 然後最後才把你的身份子要打進去 那像你知道 因為電話系統選擇常常不包含你的選項 那這種自動化系統本身就 其實就排除了一部分的選擇嘛 那這個可能是簡單的部分 但是在複雜部分 這邊可能有一個台灣現在因為台灣的問題可能是自動化太少 但是我們可以舉一些果然的例子 是像佛羅里達他們之前曾經有一個有點像線上的公共協助 或是一個市長信箱之類的更進一步 例如說要求社工協助的系統 那他們就是在尋求協助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填申請人是誰嗎 然後需要什麼協助 但是因為他的申請人的部分 他可能要求要驗證身份什麼 但是他沒有一個選項是說 例如說我是家長我是監護人 或是我是鄰居 我發現小孩子需要協助 他沒有這個選項可以去填 但是他的系統從接案件的單號 到去追蹤這個系統的個案 全部都是按照這個前提想法去設計的 所以等於是說他發明這個系統 然後公部門全部都照這個系統規劃 然後但是因為他沒有想到說 可能會有代替別人 就是代替小朋友 或是代替沒有辦法填系統的人去寫 反而造成這個系統沒有辦法追蹤這些人 然後變成無用武之地 那你可能會講說 那個只是自動化系統 因為他太自動了 我們還有別的方式 對 那切錯了 然後 但是其實我們把自動化 可能先拆開來講會比較清楚 你當然會有全自動的系統 例如說 這件事情決定了之後 例如說經過計算 或是經過非常簡單的計算之後 他就是這樣決定 可能我不知道地價 或是一些其他的計算方式 你計算好之後 你就直接收到結果 那也沒有什麼議價 或是討價還價的餘地 那比較抽象的話 可能我們就會講說 他是混合式的系統 最簡單的 大家可能在一些網站上看到說 有所謂的智慧網站 小幫手智慧客服 那你去詢問他一些問題 他會在需要轉接到你客服之前 他可以先協助你找到網站一些資訊 那他可能會丟給你一些申請表 但是你可以用他 可以不用他 那你如果用他很好 那如果沒有 他沒有用的話 你就還是可以去找真人的客服 或是他提供給你一些表單 你可以據此去申請 就是有用的資訊 那 可能第二個程度是 他可能會做 這個系統可能會做一些自動判斷 但是會有人工裁量的部分 舉個例子來說 像剛剛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公共自動協助的系統 他可能就是說 那你個案填了這些表單之後 會有社工去讀這些資料 然後去協助判斷說 這個是什麼樣的情況 有沒有需要 金錢 或是有沒有需要派社工去援助 做一些人為判斷 然後系統可能會先自動決定說 根據他填的內容 這個人可能適用或是不適用 這些公共 就是你知道公共提供的公共協助公共支援 那系統判斷之後 人工會做出一個決定 然後他再送回系統裡面 存檔負荷 這可能是比較常見的一些設計 那第三種可能是自動決策 但是人工受理申訴 這個可能在一些自動化的 例如說 大家收到已經計算好的稅額 然後但是你可以手動再去 手動再去 國稅局申付 或是繳交一些額外的資料 要求重新計算等等 那或者是說 像美國的話他們蠻常用的 就有一些 我覺得跟大家最有關係 或是最常聽到就是 如果你的名字比較特殊 或是你的名字剛好跟恐怖分子很像的話 你可能在美國機場就會被攔下來 因為有那個TSA的就是 禁飛系統對不對 那尤其是你 如果名字剛好跟什麼 江陽大道很像 然後剛好名字被比對出來了 那系統就會可能會自動 要求把這個人ban掉 但是在現場的那些就是海關的 就是航警人員 還是有權利 還是有那個power 有那個權利 可以去決定說 要不要放行你 他可以選擇去跟你就是面談 你可以選擇就是不好意思 你就直接走對不對 所以他有不在自動化系統裡面 有人工決策的時候 其實有不同程度的就是人為介入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有這樣分很好啊 那我們就選擇適合的 然後如果有人為介入的時候 反正有人看嘛 就沒有問題了嘛 那但是我們就會討論到 然後呢 對 那其實在自動化之後 其實有很多的 就是當然你會有觀察到一些現象 舉個例子來說 我不知道啊 就是當然有一些人很喜歡自動化 但是 像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在補助 在例如說自動社工捕捉案例 我們已經看到說 因為他系統沒有辦法填 所以你被迫只能就是 那你想想看如果 如果你是一個社工師 然後你有一個個案需要協助 我要幫他填表 但是他卻 那個系統沒有辦法有代理填表的一些功能 通常大家想到第一個不是 喔系統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算了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 想辦法填一些那個 系統表端可以接受資料 讓他收進去 然後之後後面怎麼處理再說 對不對 那像大家需要為了那個系統 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只好填一些虛假的資料 或者說以前可能 例如說對於 以前有些網站註冊 還需要身份證字號的時候 對一些可能還沒有辦身份證 不知道自己身份證號的 的人們來說 或是他是可能是外國人 他就去用身份證字號產生器 對不對 那像這種的自動化 就必須被迫要做一些虛假的資料 那我這邊其實有 這邊其實有 他 我找到資料 和就是大家 有可以整理出一些常見的樣態 我們剛剛講到填虛假資料是一個 對不對 那但是其實最常見的是說 例如說如果是公部門 或是大家開會討論 說我們需要做一個什麼樣 自動化的系統 但是其實你在實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的概念 並並不是程式能夠直接解決的 可能例如說他要問說 那你覺得這個人是不是 例如說像剛剛的社工系統 可能就會說 你覺得這個人 是不是有違法領取補助 他看起來像不像遊民 或說他 因為可能原本的規定是說 遊民可能就是需要額外協助 可能不是直接走這個系統 但是他這些判斷的基準 其實是不太確定的 那你要怎麼確定呢 所以可能在那個在開發系統的工程師 會可能跟承辦人討論 或是自己就是發明 或是轉移 就是自己想辦法把它寫成code 或者說舉例來說 他說你要在日落之前 或是在機關打烊之前 那你是照著主管機關寫的 就是下午五點 就把那個系統關起來嗎 但是例如說大家去投過票就知道 如果你是下午四點之前 去排到那個投票的隊伍 你還是可以繼續投嗎 那你在這個時候就會發生說 如果你只是照著你字面想的 例如說下午四點把系統關起來 那你就會發現說 可能這個系統就是沒有辦法 再收後面的那個申請 或是沒有辦法收後面的投票 或者說你如果想像說 例如說什麼樣是中老年人 或是什麼樣的人是有需要協助的 你直接選擇用低收入戶的資料 但是可能這個法規本來沒有規定說 這一定要是低收入戶才能申請 對不對 那你就會造成你的規則 在就是原本你想的 想要規範的 和想要引進的人 和實際上你寫的 因為這個東西可以程式化 很好計算 這有所偏誤 所以你就會創 可能就會創造一些原本規則裡面 沒有的限制 那這個有些是很明顯 但是有些是非常不明顯的 對就是可能你在例如說判斷的時候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種就是 差一分鐘差兩分鐘 那當然你可以就講說 那你如果用這個系統 你就不要那麼晚送嘛 對你就早一點嘛 對這個大家會先檢討就是使用者 但是可能他在行政機關去現場的時候 他地址本本來都沒有這個限制 對不對 可能會說依由錯為準 但是當他數位化之後 反而這些風險成本都轉接到使用者身上 那因為我數位化了 所以現在不是我的問題是你的問題 那可能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像自動化偏見其實就是 應該是越來越常見 就是大家可能常常會聽到說 因為這個是電腦算出來的 或是電腦跑出來就是這樣 或是說我電腦掉出來 你就是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沒有 就是所以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不論你是去銀行公司 甚至說如果你去試著更正什麼樣的資料 最生氣的應該就是 你應該先問說你從哪裡取得這個資料嗎 或是說為什麼你會算出這個結果嗎 但是可能他們一開始就會說 因為電腦跑出來就是這樣 或是說就算 我們剛剛講到前面有人工審核的階段 就算他是假設你不會真的遇到他 你是這個東西是在背後有一個人來審核的 那當電腦跑出來一個計算結果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會通常如果這個系統非常的準 大家通常會傾向相信說 他既然說都是了 或是他既然都跑出這樣的結果 那你可能就因為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大問題 就直接讓他過了 通常傳統上如果我們要做 例如說不論是行政的決定 或是公司可能在銀行的話 例如說銀行要不要合給你貸款 要不要合給你信用卡 要不要接受你的一些 例如說要求分期繳費的一些限制 如果他是自動化了之後 銀行說我算出來你的 就是可能不適用 那他以前傳統上 大家可能會認為說你應該要去 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或是說至少進到一定的查證義務說 我應該要去理解說你到底這個背後要做什麼 為什麼你會算出這個結果 但現在假如電腦跑出來了 可能電腦引用資料集是ABC 那大家在 那如果電腦跑出來算出來這個結果 他可能就不會想到說 或許你有可能剛好沒有這個資料集 或是這個資料集輸入的 不齊全對不對 那這個可能就是在 尤其是有一些像 如果你家地址住的比較奇怪的朋友 常常會被說 因為你不是國內 所以沒有辦法就是免運費等等 像這種電腦計算 可能就很常出現 因為如果系統跑不出來 那是不是一定代表你這個地址不在國內 或是你這個地址一定是無效的 或是更明顯的例子 就是大家Email如果有使用 Gmail那個加的就是 Alias 就是你可以把Email取很多別名 有一些用自動系統的 接受Email的欄位 他就不相信那個是Email 當然你會說那可能是他沒有照著標準實作 但是如果就是你通常要去跟人家 argue這個東西 那可是電腦就說 或是我用了這個Library 他就說他沒有用 就大家 大家都不會去思考說為什麼 那標準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實作 那更大一個困難點是 像我們剛剛有舉到像資料的部分 就是自動化系統 你勢必一定要有一些基礎的資料輸入 或是輸出 那在資料輸入的部分 其實你光是事前 這些資料到底怎麼取得的 可能就算這個系統非常透明 那你要更正的話 我都是等到你知道鞭子打到自己身上 才突然發現說 系統裡面的資料是錯的 他在搜集的時候 我們有辦法知道嗎 或者說他如果這個系統做一些決策 例如說政府或是 例如說像你要去機場的時候 才知道你被美國政府 或是被香港政府 或是被中國政府黑單了 所以你飛不出去 像這種就是 no-fly list 他在做自動辨識和決策 去判斷你是恐怖分子的時候 他有事前告訴你 可能都沒有 你要事前知道也非常的困難 這個都是自動化系統 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但是在傳統上 就是至少在傳統的 你碰到政府或是決策的時候 老派的決策做法是 你如果要行政機關做一些決定 要面對你 那他會找一些人 他會做成決定之後 發給你行政處分的文件 paper或是一些紙本的資料 那你有意義的話 自己去找意義嘛 算很老派 但是是這樣 那做成系統之後 好像這些東西都隨著資料 自動被壓扁 他自動化就是 風險在系統 風險在資料 但是好像都不是做系統的人的事 那這是我們想要的嗎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常常會開玩笑啊 就是說就是 電腦選的 就是電腦選的 就一定比較好嗎 對 就是好像沒有人都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選花生 電腦選的就一定比較好嗎 電腦選的難道不會 就是剛好選出一些 奇奇怪怪 會把實力選進去嗎 對不對 那所以像選花生這一點 我們都知道選花生 電腦選的不一定會很厲害 但是廣告這樣拍 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我們怎麼會在做自動化系統的時候 不多想一下說 他可能會影響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那這邊我其實 因為我覺得在工部門和私部門 有一些很通用 但是很像的東西 所以我這邊要偷一些書裡面常講的 呃 我們說雖然說 正當程序啊 良好行政一般原則 我們可以去思考 對 那當然這個對政府是非常適用 就是他應該理論上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對私部門來說 我會建議你這樣做啦 對 對 但是可以從這邊思考 例如說正當程序的部分 我們在一個自動化系統 你在自動做決策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揭露說 你是怎麼做 例如說 可能你要跟銀行申請貸款 那很明確跟你說 不好意思你要申請這張 就是一年收180萬才能辦的 就是信用卡或是福利 所以你沒有辦法申請 對 那你要很明確的人指出問題或結果嗎 那如果你要拒絕一個人 例如說我要拒絕一個人來參加 COSCOP 那你要根據COC去做決策的時候 你要很明確指出說 你是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有什麼樣的收集證據等等 大家這幾天如果有去聽COC的議程 應該會意識到 這個困難之處 但是也意識到它的重要之處 對 那是正當程序 因為我們在接受到決定的時候 都會希望知道這個背後是怎麼做成的 它有沒有公平 對不對 那再來是可課責性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系統 為什麼我們會對於 例如說我們為什麼會對於找不到人 或是他就說這就是電腦選的 或是這就是電腦決定的 感到生氣 是因為當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就是沒有要為這件事負責 就是 就是 這就是電腦算的 但是 這個公司這個政府單位 算出這個數字去找了人 開發這個系統 算出這個結果 就是他不能說因為他算出來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因為他在做出這個決定 或是他在秀給你這個決定 然後告訴你說 我就是依照這個決定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做判斷了 他應該要為他負起責任 他如果要去argue說 不是這樣 那他應該要去解釋 對 背後是什麼原因 他要負起他的責任 那再來就是比利人則 就是我們 常常 大家應該是講到爛 就是手段要合乎目的 然後要正當 而且要公平 但是 例如說如果你為了 如果你只是要 假設我原本是要 知道說什麼樣的人適合領 就是 紀念品 或是領補助 或是我什麼樣的人適合 適合收到我的小禮物 那 但是因為這些東西都非常抽象 我想把自動化 所以我反而選擇了一些 就是非常容易判斷的東西 或是標準 那最後他就變KPI 他可能會 他可能會 你必須 勢必要找一個proxy 勢必要找一個代理的東西 可能是好計算的東西 試著去 對應 試著去找到 或是說 讓電腦去判斷 分析 算出你想要的結果 但是他可能 實際上是 不合比例 或是 就是手段是過當的 那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match 這個我覺得大家都要去思考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講 就是兇 兇衡的事情 我們可以 舉個例子 對 那 我 我不知道 就是自動化的話 我們最常看到 分類化的問題 像 今年Costco的自公系統 如果他在講你的 符合 描述的敘述的時候 我 當初在看到系統的時候 就會想到 其實 拿這個例子 是因為 好就是 比較暴亂 但是我看到這個系統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就是 為什麼 就是在 填寫大家 志工的敘述的時候 他是選擇這些分類 那你如果不在這些分類裡面 但是其實他沒有 其他表現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不是在 技能裡面 他可能是在 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裡面 那 你像在這樣的資料搜集的時候 這樣的資料會怎麼用 我好像 可能我們並不知道 或是說 你搜集了志工的 就是在搜集志工的時候 你要根據這些目的 或正確這些技能 去搜尋的時候 這些是 志工所需要的全部 技能嗎 他有沒有全部涵蓋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在設計系統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常常會講其他 雖然其他很雜 但是 如果你開始把這個東西分類的時候 例如說像我在這邊 語言就看到 台語英文日語 但是我們今年可能就 韓文的講者 可能剛好就沒有蒐集到這個部分 最後就剛剛我在路邊 有遇到說 可能常務主人來問說 有沒有人會韓文 因為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志工 或者說像 如果我要填寫客家話 可能就沒有在這裡面 那可能就在設計上來說 或者說 如果我們要去問說 精通 Adobe 為什麼是 Adobe 為什麼不是 Liver Office 這可能是一個好問題 對不對 那這個是分類化的部分 就是他把志工的技能分類成 和抽象成 不一定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例子 那 我們再舉個例子 自動化決策的部分的話 舉例來說 像我們這套 Costop今年自動系統 引入 CheckGPT 審查 就是志工的履歷 那他這邊有舉個例子說 如果你有輸入這些 像參加過Costop活動 他就說這個志工 就要非常真誠 他建議你到報道組 或機動組 但是我們去看他的程式碼 就是 如果我們去把他程式碼挖出來 他就會問說 其實他是問GP說 這個人適不適合參與志工團隊 然後這個人適合加入什麼組別 那我根據這樣的提示 試著去餵GP之後 我就發現他其實 剛剛他可能秀出來的那個事例 沒有很明確 但是我試著餵很簡單 例如說我把我的自我介紹 餵進去說 Hello 我是RS 他就說 他的自我介紹非常簡短 他可能沒有什麼意願 他的能力 所以我建議他加入報道或參與組 因為他不需要什麼特殊的技能 這樣是我們想要的自我化決策系統 就是 一個組長大家可能看到的時候 就 當然他一開始可能會覺得說 欸那他可能真的沒有很填寫 但填寫得非常清楚 但是 如果經過CheckGP這樣的敘述或是暗示 他會不會改變他的 在做裁量決定的時候的過程 他會選擇直接刷掉這個志工 還是去詢問他更多的細節 嗯在這個部分我覺得平衡可能就會改變 那因為我們知道就是GP在 近年是非常熱門的一個主題 那尤其後面的Session會在講Copilot 那當你要試著去引入的時候 其實像早些 我記得玉山銀行之前好像有一個talk 在講就是引入GPT的時候一些問題 那他們就勢必要講說我要怎麼樣確定他不會過度使用 或是使用無謂的資料 那或者他會不會產出 呃原本我沒有預期的內容 那甚至說他在這邊做了 不適當的Summary 那如果在這種不適當的Summary 我們是要說因為他是GPT跑出來的 我們就要接受嗎 或是因為他是GPT跑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 我們有辦法證明說我們不受他的暗示嗎 那最後是要OpenAI負責嗎 還是要組長負責嗎 我覺得我們在引我們不是說這樣的設計不好 因為可能真的有些人寫了非常多話 需要用這個摘要 但是我們在或是說你如果寫一篇報告 然後教授用GPT摘要 大家應該會生氣吧 就覺得你連一開始看完都不願意 但是最後就選擇用GPT的摘要做出結論 我想這個是我們比較憂心的 但是這個也應該也是比較具體的 大家可以看出來的 那第三個例子可能是Nudging吧 就是例如說像一日志工這個Nudging 我覺得這是大家可以再額外理解 就是像我們大家在講那個智慧城市或是數位政府 大家之前可能有聽說過 例如說可能在設計智慧城市的時候 我們說那我如果你用 例如說亂丟垃圾 我就把這個人的名字公告出來 或是說如果你去撿垃圾的話 你就可以領到我不知道什麼什麼幣 可能例如說台北幣 新北幣 然後你在用手機的APP什麼台北通 新北通 那用這個方式去引導市民做些事情 可是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主體性也變成就是 你就不是公民和政府的關係 或是你不是銀行顧客和就是 顧客和就是公司的關係 而是他試著去引導你 有點像利用一些利益或是利用一些推力 這去影響你的決策 然後你就是變成他的就是遙控的小小的螞蟻們 那我們在做自動化系統的時候 我們想要的是這樣的關係嘛 就是我們如果希望說 大家都可以就是獨立的做成決策 然後這樣子協助到社群或是協助到社會 那這個是我們想要的設計嘛 我覺得像這東西不是不能做 就是其實你看所有的文獻 它都講說這個東西需要討論 因為就是科技始終來自於佛性 對我們沒有辦法阻止大家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文獻 或很多討論都一致的認為說 這個需要社群先討論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做這件事情的話 第一個原始碼公布是非常重要嘛 我要知道背後是怎麼運作 背後怎麼運算 甚至說有些用自動化決策系統 像以前台大曾經吵過宿舍抽籤不透明的問題 它也是用自動化系統分配的 那絕對吵不完嘛 因為宿舍有限 但是後來就是 廠商就和就是學校和就是學員會那邊被 就是最後討論出來 就是說你必須要公布為什麼 你的宿舍是怎麼排的怎麼抽籤 那大家知道背後怎麼決定之後 那去才能去質疑說 那你這邊的決策是不是有問題 這邊的判斷 例如說幾個人一起揪榜抽 然後去抽室友和一個人一個人抽 他們應該放在同樣的就是機率 同樣地位去抽嗎 那為什麼綁抽可以優先等等 你要先公布出來才有機會 去開啟討論的環節 那再來就是很多的自動化的東西 例如說有標準的有審查 像我們剛剛講的前面講的街友 誰可以判斷他是街友 你可以自己設 程式設計師可以自己設定一些規定說 這些人是街友所以他應該符合這些規則 所以他就排除他嗎 如果他是一個需要人為審查 是不是根本一開始就不應該自動化 或是他要自動化的應該是不需要 就是那些非常清楚不會模糊的地方 像我們講可能你的年收入有到就是有到 沒到就是沒到對不對 這個東西可以自動化很簡單 或是說你如果一定要寫到500字 那你就勢必要交出500字內容 但是在一些抽象的審查上面 文學獎可以自動化嗎 這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對那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 你在自動化設計自動化系統的前後 我們可以去想和討論的 那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阻止人類變得懶惰 所以就是我們要在自動化之前 要先想好你的需求是什麼 你的未來是什麼 如果未來就是換個角度想 如果你就是突然就是被接受到說 喔不好意思我們經過計算 你就是沒有價值的那要怎麼辦 對那當然你可能會覺得 這個這個都是你知道法律人自己 坐在家裡想像法律 但是我覺得非常實際啦 就是我們會覺得很多東西可以自動化 但是其實它不適合 那我們先講說可能不適合喔 再回來討論 那這樣才是社群真正的精神 對所以這就是我今天 就是包藏獲心的一個就是talk 對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一起討論 如果你對自動化有興趣 或是你想要知道後面的paper的話 也可以再跟我討論 謝謝大家 好謝謝謝謝姜伯任 我們現場可以開放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要問時間不多 有沒有 若是沒有的話 好沒有反正我相信 R.S.John他等一下還會繼續在現場 那我們再次謝謝他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下一場 好謝謝 謝謝